好,就這兩個 我們要往天岩嶺 天岩嶺 好 咱們這就向水嶺進發 從這裡,確實可以看到遠方火山冒出的熔煙 我想前輩所說的雪山之巔 應該就是這裡不會錯 如今一切已整備妥當 也差不多是出發的時候 殷大哥,魂祥之獄和蒸籠禁獄 都準備好了嗎? 嗯,閒下萬事皆備 就剩蒸籠禁獄的效用還沒有試過 不知那縮形之咒是否管用 我想那位前輩所知不悍 竟然咱們都念出了蒸籠禁獄 想必那縮形之咒不會假的 好,請大家閉目凝神 報徐所願 我就開始念誦縮縮 縮形之咒 皆為蒸籠妙廟相 土納乾坤 保內 別有洞天 收! 嗯,縮形之咒 果真有用 好 接著是魂祥禦光法 啟發忽劍 脫層無體 陰陽叫呼 兩元玉替 騎 大火都沒事吧 在整種境遇裡 感覺如何 哇 真是有趣極了 院內別有洞天 勢必透明 就如水晶宮一般 只可惜硬大哥 放在衣袋裡 不然 在飛行時朝外看去 想必是更加有趣呢 哈哈 小姑娘 就還興起刺激 咱們可不是來這裡玩的 什麼嘛 上官大哥 剛才不也在裡面大呼過癮 還說什麼生平不曾遇過 有這種有趣知識 現在還敢說人家 哼 哈哈哈 收不夠你 算我無略便是 這還不算什麼 但咱們真的到了地界 想必到處 都能讓你們大開眼界 不過 此地岩漿四步 自熱逼人 咱們全靠火源包塔 才能保無事 並不適合救流 咱們還是趕快秘錄下去為宜 南方不遠處 有一個大坑 看來深不見底 神隱前輩所言之處 應該就是那裡不會錯 不過 這火傷口雖然如此炎熱 卻有不少妖魔生喜於此 倘若咱們要從洞口下去 恐怕免不了會遇上他們 既然咱們 不能在此 不能在此地主流 那便別武他法 就強闖一途了 嗯 不過此地的妖物 自熱好眼 特性與尋常妖魔大義 大火可得多留神一些 管他那麼多 打看看就知道了 咱們走吧 好 大火 待會大火 就從洞口 逐一 垂下洞頂 就有三個人 下去 看看狀況 如果沒有妖魔出目的話 就搖晃神所為訓 頂上的人 再全部下去 各位以為如何 欸 此技不錯 仙玉老乡 真運大師 就咱們三個打頭陣啊 那就有勞三位了 嗯 嗯